內容必須老百姓接受了 當然是能流傳 還要對他的首張獨技風采 你繪畫、攝影、音樂、美術 包括各種舞蹈 這種都能存在的話 就每樣都一拍他自己老百姓喜歡的一方面 不然下次人家都愛聽了他鬥 聽了鬱壞 一般來說開會去做政治報告 要大家正學一個外境去 今天侯寶靈來我們要來講課 每句話都發動我們和大家 他的一個特點 我們剩一個特點在哪呢 我們先看 這是一個戲劇演出 京劇表演 我們講樣板戲 為什麼現在 應該講四人幫時代產生的東西 是不是 四人幫完蛋了 樣板戲現在還成為 為什麼呢 樣板戲它裡頭有它的京劇味 這個東西是老百姓永垂不朽的 中國傳統文化過來的 就在樣板戲改革的時候 它保留了很多中國的京劇特有的話 如果樣板戲改成一個完全沒京劇本 你別穿不下 所以它有一個 有一個城市化的表演 有京劇表演的成分 它騎馬 它不用馬 揮馬就可以了 馬便就可以了 這樣板戲 而騎 這咱們都缺過 到了西方的戲劇的話 它就必須正馬出現 所以馬 必須是真的牽上來西方歌曲 我們中國是笨馬的 是這個血一到了就行了 中國舞台上 從它每個千軍萬馬出現過 拿那個旗子我走一圈 西方就喜歡太顯色了 這馬上台 這是中國看來是非常不可理解的東西 我們中國有一個大藝術家叫黃左林 上海人民醫生劇院院長 他在英國選了戲劇 英國舞台就是正馬上去 他後來說經歷很好 不會出事 因為沒正馬就憋著 他英國有一個劇團 他幫了一個笑話 正馬上去以後 有時馬殺鳥並不住在我看 他哇上去 殺鳥以後 觀眾們起後都呼著 哇起後門 這馬記住了 沒事 沒事 每次上去到那時候 就哇給我 下面又不會長 後來這馬不能用了 他現在 他講科講了 說經歷了兩個事情 不會發生這種事情 這個 國畫跟油畫 我們來看一下 同樣是周章 就是 都在同一個地方畫的 同一代畫家 大家知道吧 肥非 是油畫出生的 在美國回來打響了 死了 五十九歲死了 他畫這周章 然後看了快點 他的特點呢 就 特別強調 貢獻的能軟透色和細節 你看 黃昏 找那個 油畫一個色彩工夫 細節 所以今天 質感細節 他也顯示有透色 這是另外一位 吳關宗 吳關宗 這兩個人現在畫的價格差不多 一張畫大概三千萬到四千萬人 吳關宗呢 吳關宗呢 他本身就是南方人 就畫周章了 吳關宗的特點就是 我閃電套事 不講焦點套事 只要我 不講細節 我就寫 協議 另外 他有一個最大特點 大片的地方 留白 就線條 為主 留白 所以很多老闆 在買畫的時候 在上海就說 我也以為 陳菲的 他說每個地方 他都畫到了 我三千萬人 看著 我三千萬人 我三千萬人 一看著 白的 我三千萬人 買白紙 這黑的還對的 所以白紙更懂 那什麼呢 留白是本領 不是透光減料 你要不懂啊 你懂了 你看這樣更想像 更想像 中國人家 心目如今 以白當 即黑 白的地方又內容 黑的地方沒什麼內容 越白的地方越想像 你 油畫和固畫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這裡看得很清楚吧 所以每一種藝術 像亞百姓 金曲跟西方的歌曲 西方的油畫 跟中國的東方畫 都偉大的意義 它之所以跟存在 都有歡迎 因為每個裡頭都有個基因 這個基因 有時候說得清 有時候說不清的 把這個基因 如果丟掉了 這樣藝術就沒有了 所以攝影也是 它有一個基因 比如我們攝影 搞搞搞搞 攝影最後 就是混學以後 基因撕掉了 那就不叫色 像詩詩之美講究韻力 像這些詩詩吧 它有韻有壓韻 如果改成大白話來寫 意思一樣的 月亮落下去鳥叫了 晚天就沒有味道 所以我今天不細講 就是說 每樣意識的趣事 都特地形成 比如它的趣事 十五個 都特地形成 這裡頭 它長得 夜半終身到客船 故事成外寒山寺 所以這張照片呢 要把這個月亮表進去 表進去韓山寺 這張照片裡 是沒有韓山寺的 這個船到了 聽到了聲音了 早晨應該是打中神 晚上的打火 所以他這個詩詩 兩個部分 夜半終身到客船 夜半蘑菇到客船 黃昏的打火 所以這個快天亮的時候 還有人來 所以這個照片呢 把這個韻味進去以後 要把這個造成多特別 就是 用聲音來表達 這個廟的存在 所以我們搞攝影 如果要多種所當的表現 有一個豐富的表現力的話 要研究攝影 每個基因在哪兒 有什麼特點 声音和绘画有许多共同点,我们承认绘画没有历史,怎么呢? 没话说的意思,人类一产生就有绘画,不知道哪天诞生,声音是知道的,一八三十年,年画,袁世仁就画花,绘画是我们的老大哥,甚至是祖师爷,但是呢,他们之间有共同点,我们从绘画中学了很多。 声音就有很多不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不同,在那张照片上很明显,看出来不同点了。 声音是现场即时的真实的东西为止,绘画随心手语,你想怎么干这东西呢? 这张照片的作者就是我们铁道国的那种,幸福在一个股东店门口办那些古画, 你对夫妇在挑画,见过这张照片吗?就是他拍了。 杜瓦洛,法国一个幽默摄影家。 所以呢,绘画跟摄影的创造状态上有很大的不同。绘画是先去体验生活, 体验的时候我脑子里不需要一张画,我把每个细节每个地方都记住。 他画画的时候,他把描画白纸和这个画布开始,我画上家底去。 我想要这地方各选择,这地方要什么? 按照他的内容需要跟沟图需要的样子来。 拿不到我就不进去了。 聲音的主流,電腦創作聲音是後來的 它是一種選擇,在線上的發現的選擇 它的本領不在你去建作什麼,我在線上發現什麼 這個地方我取什麼,不取什麼,強調什麼,虛化什麼 這是它的另外的思維方式 一個教室那麼多人,我拍哪個角,拍哪幾個人 還是拍全景,還是拍特寫,這是攝影師的思維方法 它是取出成績的一個選擇方法 這種方法有一個特點,就是線上看口腔 攝影師的功力在什麼地方,在發現 最重要是在發現,我發現可以慢慢來 我看完以後回去想一想,寄了素材這個方法 這不是線上發現為主要功,它是後面做為主要功 甚至離開到線上發現,東西跑了,沒有了 所以這句話特別注意,它的功 看到了什麼,我發現了什麼,我去抓什麼,去選擇了什麼 這攝影師的特有點 所以,念舊是用獨特的眼光,善於發現和摺取 就是你成熟不成熟的攝影師 就在複雜混云的生活,包羅萬象和萬千世界裡 大家都去,有人就看到了什麼能拍,取到了什麼能拍 有的人就看不到,這輪拍一般的大家都見到 好,謝謝 谢谢大家